食物從口腔到胃裡面的樣子 他說消化是從你的口腔開始 它會在你的嘴巴 你看這時候分泌很多什麼 破葉、口水 那口水會經由這邊 那注意看喔 當你的吞東西的時候 這邊有個軟骨 叫做會葉軟骨 它會蓋起來 前面是氣管 後面是石道 它把氣管蓋起來 不然你會噎到 那這時候呢 它會推擠 這叫乳洞 它會慢慢推 你看這邊會縮縮 這邊會打開 把食物往下推 接下來就進到 這個袋子是什麼呢 我們的胃 所以這邊就進行蛋白質的分解 那這邊可以停個幾個小時 然後接下來會轉彎 繞進來 這時候就進到小腸去 那這時候會有更多的酵素進來 那小腸呢 它就會更加分解 那小腸的表面有很多凸起 這個一顆一顆 那其實是凸起 那是絨毛 那這些像胺基酸啊 這些 五好腸這些東西呢 它就會被吸收 所以呢 這是小腸裡面的構造 像這個 它會進到那個血管裡面去 然後最後這是大腸 那你東西呢 從大腸最後就怎麼樣 到後來 就是從肛門 就出來了 你看這就是那個盲腸跟那個藍尾 我們再看一次 你再仔細看一次 這是 口腔開始 對那是披薩 披薩在你的嘴巴呢 攪拌 然後呢 分解 吞的時候你的舌頭會往上點 然後呢 這東西就會 你看它就會把它蓋起來 所以你吞的時候你會暫停呼吸 接下來就會往下走 這是食道 它會把它推擠下去 所以食道呢 它可以把食物往下推進 所以就算倒立還是可以吃披薩 好 然後就是進到這個胃 好 開始分解 那這邊有一段腸子叫做十二指腸 我這邊看到C四形的 這樣彎過來這個地方 就會很多酵素的進來 什麼胰葉啊 腸葉啊 還有什麼膽汁都從那邊進來 好 那這邊是小腸裡面的構造 那接下來就再講說 這個 因為已經分解結束了 接下來開始進行吸收了 所以養分就會被吸收到那個血管裡面去 它有三條血管 動脈 靜脈跟淋巴管 動脈 靜脈吸收水分 淋巴管吸收油脂 那最後吸收完 完全不能夠再吸收就怎麼樣 就變成你 圍著這個C字型的這個 管子 所以從你的腸子怎麼樣出去了 好 讓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這是我們整個身體的消化系統 消化系統從口腔開始對不對 那你如果看一下的話 口腔其實 它旁邊有沒有 這個臉頰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你的拓線 你的臉頰有一個拓線 它的拓線在哪裡呢 在 在那個舌頭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還有兩個 這個也都是拓線 這邊叫做舌下線 好 所以這邊就是有三個拓線 三組拓線 三組拓線 好 對 那這邊呢 我如果把它弄掉 就是 把它弄掉好不好 看 這一條就是食道 那前面這一個是氣管 那你 我這邊有沒有請你們吞東西呢 你吞口水的時候 你再吞一次看看 你摸摸這邊 然後吞一下 你注意一下 你可不可以呼吸 呼吸 不能呼吸 對不對 因為你呢 你在吃汗的時候呢 你吞咽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個 煙頭這邊有個軟骨 它會叫會咽然後 它會蓋起來 把那個氣管怎麼樣 蓋住 因為有兩個管子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蓋住 就直接掉到什麼 氣管 氣管在前面這個 你現在前面摸起來 這個軟軟的管子叫氣管 好 然後呢 沒有下面軟了 有沒有 它是一個 有彈性的管子 那你吞東西的時候 它會先蓋住 前面那個管子 不會 因為我們食道在後面 你蓋住之後 它就會 那個東西就會 滑到了什麼 滑到食道去了 就不會 噎住 你知道嗎 噢 就噎到 或嗆到 你會有些時候嗆到 就是因為你 你可能邊吃邊笑 這時候它會打開 然後東西又掉進去 就 就噎到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再往下走呢 這個很長的管子叫什麼呢 小叉 小叉 你會知道是怎麼樣 連在一起的 好 所以呢 接下來再往下走就會到哪裡了 下 胃 想清楚再回答 好不好 就到這個胃 好 胃 那我們說胃在哪個地方 右邊 在你的左上方 左上方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右上方不會痛 右上方不會痛 右上方那是肝臟的位置 欸 我們看這個比較清楚 沒有時候糖會不會痛 哦 對那是 那是因為 右上方指的是那個 因為你的腸子裡面有空氣 它會 它會擠壓到那個糖子 大腸 所以會不舒服 因為本來不是放屁嗎 那個空氣如果擠壓到你的腸子 就會不舒服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 這是胃 這是什麼 肝 肝在哪邊 右邊 右手邊 肝在左手邊 中間跟左邊 中間跟左邊 好 肝在這裡 肝在這裡 肝在這裡喔 肝在你的肋骨的 右手邊肋骨的下面 好 那肝在中間跟左手邊 好可以嗎 好 當然現在看不到你自己的內臟 打開都是長這樣 好 好 蛤 蛤 沒有 這個肝跟胃都只有一個 這邊還有東西叫皮脹 這個我們不會叫這個 那這邊呢 這邊藍色地方 這邊我標出來藍色地方 就是橫格 橫格就是你的胸腔跟腹腔的什麼 分界線 對 好 那大腸 那個胃呢 在接下來就是什麼呢 小腸 小腸 就是整個小腸 我們看這個比較清楚 好 這是肝 這個小袋子是什麼呢 這個小袋子是什麼 蛋 肝的旁邊有個小袋子就是蛋 這是什麼 胃 那胃的後面呢 我把胃拿掉 胃裡面有很多肌肉 它可以進行360度的蠕動 好 那我翻到後面來看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黃黃長條形的東西 欸 那叫做胰臟 胰臟 胰臟 有沒有看到黃黃這一塊 有點這樣彎字形 還有一個Nike的形狀 有沒有 倒過來是一個Nike的形狀 有沒有 那就是那個 胰臟 胰臟 看一下 胰臟 胰臟 這個肝 肝在這裡 然後小 肝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是胰臟 有沒有 黃色就是胰臟 胰臟是最強的 胸臟 它可以分解所有的小 對 它這個C字形 請問這C字形是什麼東西 十大 十二指腸 小腸嗎 十二指腸對不對 小腸 好 因為它的 它的寬度是 十二指腸 所以你將十二個手指頭拍起來 它是這個 它是一個C字形 那你注意看喔 這個十二指腸呢 它有很多的消化 效素會注入 第一個是 膽汁會從這邊怎麼樣 進來 第二個是 胰臟 不是 胰臟的這個 消化葉也會怎麼樣 同時在這邊進來 所以這一段很重要 這一段如果 壞掉的話 那你就 就不能消化 你就可能會死掉 這一段叫十二指腸 那C字形 它繞完之後 它就開始繞到怎麼樣 下面一直繞一直繞 就是開始進行 吸收的動作 所以到這邊 食物到這邊 幾乎就快要消化完畢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接到 我們看一下這個小腸 所以 我們說 口腔接咽喉 咽喉接什麼 食道 再來是胃 胃再來接什麼 小腸 所以小腸開始繞繞繞 為什麼要繞那麼久呢 因為它很長 它要吸收 我知道嗎 所以它很長的目的是什麼 它要吸收 吸收 好 那你看喔 小腸最後繞到哪裡呢 接大腸 在哪裡接大腸 有沒有知道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接上去 你看喔 那你從這邊接上來 因為還要繞上去 那這一段不是多餘嗎 對不對 這段叫什麼腸呢 盲腸 所以這一球就是盲腸 這球就是盲腸 盲腸還偷一個尾巴叫什麼 藍尾 所以你 課門有寫對不對 盲腸在這裡 請問盲腸在哪裡 右手邊的下面 你摸一下 右手邊 這補本這邊 右手邊 所以如果這邊痛 你可能是什麼 盲腸眼 盲腸眼有可能喔 那你們說跑步的時候會這邊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這邊大概就是 開始要變成糞便 對不對 那糞便因為會發酵 不是會有臭味嗎 有氣體對不對 氣體 氣體你跑的時候 空氣就會這樣 一直被擠到這邊來 然後就一直擠你的 那個管 那個長臂 你就會怎麼樣 不舒服 好像有那個氣球人 在擠那個氣球 你就很痛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因為 你肚子有氣體 這一段就是盲腸 它實際上 這個它有三個名字 是深結腸啊 什麼橫結腸 降結腸這樣 所以它是 它是一個M字形 有沒有看到 一個問號形狀 那我們的便便就放在這個地方 便便就放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叫做直腸 直腸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大致上認識了 整個消化管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把那個麻腸 那用不用知道 那會把剪掉會怎樣 剪掉 它被研究說 跟那個免疫系統的關係 跟你的身體的免疫有關 所以也不是完全沒用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它是沒有用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它的細部 這個是膽囊 你看膽囊的管子 請問膽囊的管子會連到哪裡去 鼻障 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 對 十二指腸 會連到十二指腸 這個圖比較清楚 就是它這個管子 是像綠色的管子 會連到這裡 連到小腸 所以你要看清楚 這邊是很重要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好 幫我開一下電燈 好 這先幫我切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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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